每一家呢 他都在牧厨中放一串钱在里面 每当老人家吃完饭后呢 他就回头到牧厨中去取钱 然后逛街买水果买饼干 因为四个儿子每天他都会把钱补进去 所以牧厨中的钱从来没有匮乏过呢 五老夫妇啊空闲的时候呢 经常到朋友家中去玩 有时一起下棋一起打牌 当他的儿子知道老人家玩的地方时 便暗暗地送钱托父母亲的朋友 请他的朋友故意把钱输给父母 当父母赢了钱时 哇好高兴哦 得意洋洋的 回家津津乐道地告诉儿孙们 或买玩具给儿孙 他一点也不知道 这些迎来的钱是自己儿子给的啦 因此啊整天都乐而忘忧 全家洋溢着一团和气 当老人家九十九岁时 老太太呢也九十七岁了 长子七十七岁 四子呢七十六岁 三子四子也白发斑斑 这五代同堂的家庭 所以呢你也很可爱 我们当人家的父母啊 不要每一天都 本着一张脸 让子女觉得跟父母亲相处 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所以啊做父母的就要常常提醒自己 要教育自己 不要什么事情都不停地唠叨 一件事情啊重复重复地讲 这个问题要小心 一定要改过来 当子女的人 那也要体谅父母亲哦 大家互相有所改变 互相有所进步 第五 父母的唠叨 基本上是对子女的关怀 生气呢 则是对子女一种的撒娇 我们要学习用柔软心来倾听应对 父母的唠叨 基本上是对子女的关怀哦 有没有人的父母很喜欢生气呢 注意听哦 生气呢 即是子女对你一种的撒娇哦 第六 静下心来陪父母聊聊天 体贴父母的心 亲近父母的心 不是只有父亲节 母亲节 才带着父母亲去吃大餐 送礼物 平时呢 也该画点心思 逗父母开心 给父母惊喜 不一定要送贵重的东西 例如 爸爸 我送你一张按摩卷 哪里啊 就在家里啊 那谁按摩啊 我啊 你们会不会很简单哦 或者是 妈妈啊 我送你现在最有名的洗法券 是什么呢 是巨星 那在哪里啊 妈啊 在家里啦 那谁来洗啊 我啊 钱啊 要给自己赚 会不会 不会没有关系 这些都是可以学习的 父母是无价宝 时间一过 有钱难买见父母一面 所以切记行校要及时 第八 自责的人生哲学 你遇到问题 要面带 微笑来解决 那愚者的人生哲学呢 就是遇到问题 先生气 先骂人 再来解决 所以啊 微笑让人更年轻 微笑让人更亲切 微笑让人更乐观 微笑它让人更健康 微笑让人际关系更协调 微笑让生活品质会更好 微笑是最天然最有效的化妆品 微笑 行校是可以积蓄人生的能量 进而使它温暖发光 第十二 微笑是愉快和满足的表现 把微笑变成生活习惯 那么人生永远都在幸福之中啊 如人像老来子般的彩衣于亲 做到了成欢期前 如何成欢膝下呢 嘴巴要甜 不要每天吃酸的 讲的话酸溜溜 非常不好听 向父母亲撒娇 帮父母捶捶背 捏捏脚 然后呢 把发生的事情 讲给父母亲听 或者有趣的事 跟父母我们一起来分享啊 让父母亲的心情就会很高兴 因为父母亲年纪大了 他很少出去外面 你们在外面多多少少会发生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 回去就讲给爸爸妈妈听 让爸爸妈妈也分享你的喜悦 这样是不是很好呢 不愧只值 顺亲之心 如亲之意 由成婚 省事着手 应该是人人可以做到的 三 诚意 近亲 近亲是子女行肖时的态度问题 如果子女没有真正体谅与了解的心 纵然让父母亲住的高楼大厦 穿紧衣 吃美食 而心意却是一副不在乎的姿态 请问父母亲他会高兴吗 不会的 不会的 可见 近亲呢 就是孝亲最基本的精神 如果心中没有发自内心的恭敬 诚意 一切都只是做表面而已 会让父母亲感到委屈 不受尊重 爱之真 则深敬 敬之尘 则深孝 孝顺 生于 尘尽之心 待世奉 双亲 我们就应该要做到 日常居家的时候 身为子女 应尽到 恭敬的心 饮食起居 尝试左右 言语要温胜 世事秉命而行 领受父母心事 处必告 犯必面 口不直呼 父母名 心不为父母义 身不入父母欲 世事何于礼法 方为之教啊 敬亲 敬亲是子女行孝时的态度问题 如果行孝的当时是心不甘情不愿 有不愉快不恭敬的态度 这都不能敬亲的行为 则如孔子所云 自于犬马 皆能所养 不以不敬 何以别呼啊 可见敬亲 是孝亲的基本精神 孝养父母 不只供他 吃 穿 住 最可贵的就是那一份心意 沉浸 恭敬 才能真正代表笑 有一个故事 他说 如何让母亲安心呢 有对单亲的家庭 他母子相依为命 唯一的儿子 自从大学毕业后 便开始工作 十几年来 积蓄了一笔钱 这天 妈妈看到儿子下班回到家 满腹的心事